大家好,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郑二益 今天是讲小提琴艺术的欣赏第六期 这一期是讲Oistra,Kogan和Stud Oistra和Kogan是俄国苏联两个最出名的小提琴家 David Oistra,大家就知道关于他很熟悉 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 我今天选了两首东西 一首是Sibelius,还有一首是Brams 因为Oistra和上面的大影集里面所讲的 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其实他们的硬技巧不是很好 比如说Oistra和Virato 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而且是快不起来的 他的打指Trill也是比较慢的 因此Oistra他没有拉过Pakadini Contrato 他也不拉这些技巧才很强的东西 但是他跟Sibelius一样 这些很难的东西他拉得很好 比如说Serkatsky Prokoffiev 这些协作曲 和Sorota 他拉得非常好的 而且Oistra还有一个特别的本事 他可以验识他的弱点 这个Virato和这个Trill 他可以演讲给人听起来 觉得他拉得非常好 这张Sibeliu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Sibelius是哈佛斯拉红的 自从哈佛斯版本出来以后 可以和哈佛斯比 就是只有一个女孩 跟这个Virato 但是Virato的风格 就和哈佛斯相近 但是Oistra是他拉斯威尼斯 是有他自己的特殊风格 和哈佛斯完全不同样的 可以这样拉斯威尼斯 和哈佛斯完全不同的风格 对我所知所听到的 就是Oistra一个人的 那么他是用什么呢 他才可以业势呢 就是用他的处理 用他的发音 用他的修养 不过有一件事就很奇怪是什么呢 就是Oistra他 灯的声音 琴声 和唱片里面比 相当远的 就是他在唱片里面的声音 听起来就比较肥一点 厚一点 阔一点 他本人的声音 因为我曾经在上海 听过他两场演奏 他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厚 没有那么肥 如果在现场来说 他拉姆侄尼斯 相信他一定会拉得不错的 但是在唱片里面 他的姆侄尼斯 就有批评家说 他拉姆侄尼斯实在太肥了 这句话当然是开玩笑 不过是有少少道理 但是拉姆侄尼斯就很对了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超提琴家 各有各个特点 譬如说有些人喜欢公务 用得松 用得紧 有些人喜欢这样 有些人喜欢这样 使得我想起来一件事很特别 Oistrak和Gin Kramer 两个人 有两个很相反的特点 Oistrak公务要拆松香 拆到很多很多 我看他在现场 他一方面要试效果 一方面是怎样 从舞台左边一路拆松香 拆到右边 右边又拆回来 拆这么多松香 拆到足 Kramer呢 不是呀 非但不拆松香 他拆一下 用手指摸一下公务 然后你的松香拆了一点 以后最拆了一点 所以很奇怪 小提琴这件事 真是很奇怪 这个不过是小取媚的东西 不过现在正经的时候 听Oistrak的Civilis 而且Oistrak的Civilis 有好几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录音比较好的版本 现在请大家听 Oistrak的Civilis 第1个目的 有点 有点